这是1300年前唐朝时期12岁小朋友书写的家庭作业 1969年出土于新疆图鲁藩阿斯塔奈的一座《唐代古墓》中 这名12岁的小学生名叫吴天少 此次出土的长卷是他抄写了《论语正玄柱》的抄本 笔记工整洒脱 铿锵有力 很难想象这样的笔法出自一个12岁的小学生之神 整个长卷卷长538厘米块270 共178行每行20字 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失传了的《论语正玄柱》当中的内容 正玄柱论语自宋代以来就已失传 后人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的全部内容 而此次《补天寿论语正玄柱》首抄本 正是正玄柱的《论语》中后三整篇的内容 他的发现让整个考古界很是震惊和意外 同时也间接地证明了在唐朝时期新疆图鲁藩这一地区的文化早已汉化 学生学习的也同样是大唐统一的儒家教育体制内容 而西方一些所谓的汉学专家曾狂妄放言 中国的北界是万里长城 西界从未超出过甘肃和四川 面对着这样的言论 当年郭沫若拿出《补天寿论语正玄柱》首抄本的内容 狠狠地打脸了西方世界的那些汉学专家 因为《补天寿论语正玄柱》首抄本出自新疆 直接证明了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侠观点 也间接证明了我国西界的边境线早已超出甘肃到达了西域 同时在这篇长卷中 12岁的补天寿在抄写《论语正玄柱》的时候 还急性发挥做了两首打游诗 其中一首就是《写书今日了》 《先生莫闲迟》 《明日是假日》 《早放学生归》 虽然诗句当中错别字很多 但从这卷冰冷的古籍里 似乎也感受到了1300年前内的调皮 而又多才的胜利